第一次来到楼梯这边 累坏了 这位帅哥你谁呀 请问你是 大家好 林哥 太吵了 刚刚吃了一下麦当劳 现在准备要去爬山了 我们现在是正在前往 Cenrich Park公园的路上 等一下我们就要走六公里 走到Harvard Road 现在从地铁蛋出来 走了大概多久 六分钟七分钟 就来到这边 往前走一百多米 就是那个公园的入口 哇我们走到了这个小溪边 终于进入了这个公园的入口 我今天感觉就是 还蛮惊喜的 但也不知道自己在惊喜什么 我们突然发现这边有一个景 景还不错的地方 还本来以为今天会很多人 而看上去好像还挺空旷 没有几个人 只有它是浅色的 后面都是深色 我们走到这个楼梯这边 这叫一个类子 我们一个公园都没有爬完 就已经累了 我们其实是要爬过三个公园 才到Harvard Road的地铁站 在这边这个位置可以看到 加坡的集装箱 海边的集装箱 是薄荷叶吗 看起来很像 对 但又好像不是 被蚂蚁咬了的人 好累哦 走这么久 终于走到了一个见过的公园 我们应该是离第二个公园很靠近了 加油 我们来到了这个花圃房旁边 终于走完这个公园的尽头了 终于来到另外一个公园了 这里还有一个那种温室的大棚 看这个贴心的家伙 准备了水果 还用饭盒装起来了 这都不好意思啊 怎么就不好意思了 好舒服啊 这边 第一次来到这边 哇 真的很不错 这个地方 居然在这个公园里 发现了一个这样的地方 超级空旷 这边还有一个garden dining 可以在花园中吃饭的地方 可是好像还没有正式的开业 太舒服了吧 这边 要是住在这里附近的话 可以来这个公园逛逛做做野餐 要是今天有一个蓝天白云就好了 我们离开这个公园了 我们现在要往前走上这个桥 通过这个桥走到对岸就是另外一个公园了 这里下面都是树哦 好像有来过 好高 可以看到树上有个椰 别人 预热 带着口罩爬山真是透不过气啊 终于这个天色略有一点点勤了 累坏了 妈呀我们的万里长征来到第三个公园了 好累啊胜利在望了 我们在第三个公园还剩下最后一个公园就可以走到海边了 真的是要断气了 自己选的路哭着要走啊 是不是可以远眺到新加坡海边呢 那我站那边 那里就是圣袍沙 这位帅哥你谁呀 请问你是 太阳正好 天气好好哦 太阳正好 冰淀水 烟惹 波日 比 проч上的 大阳 感謝 用 Dok 一个 胜利在望啦 我们走到了这个可以看到海的地方 能看到那个缆车一直开到圣淘沙 哇 这里有一棵好高的树 从这个楼梯走下去呢就接近到地铁站的地方了 耶 哦 我们终于下山了 终于看到马路了 走到路边 走了接近三个小时 终于 再来看看我这个 嗯